今日的ET个股推介是中电信728 经济日报投资业华早选选 原因是中资电信股始终移动 联通中电信都是增加派息 不加上前景向好 财务稳健可以作为稳健收息之选 其中云业务加快增长 不加上传统业务继续改善 中电信上半年盈利增大约1成 业职对版 公司增派中期息1成9 派息增幅比盈利增幅更大 派息比率提升到6成半 公司目标今年全年派息比率 提升到最少7成 根据彭博综合研商的预测 全年派息每股2日3,3 按昨日收市价3.8.9 息率6.5厘 2024和2025年的息率分别 会增加到7.3厘和8.2厘 走势上 中电信目前股价只是沿着上升轨向上 近月主要在3.7至4.4之间运行 策略上可以作波幅炒作 大约3.8.5厘买入 上网4.4 跌穿3.66厘减持 跟书estä 1.6厘 2.7 Jaime 3.4厘 4厘 2.3厘 2.9厘